部立基隆医院副院长陈维达 营养士主任张黄瑜 以及营养师林玉婷 拿着各式新鲜蔬菜水果和菇类 展示基隆医院准备 兼具色香味又营养美味的 农历春节健康年菜餐盒 除了为基隆医院年菜值班同仁 加菜鼓励之外 也教导民众可以依循这三大原则 做出健康年菜 也就是第一 选择用好的食用油 以及天然辛香料来做菜烹调 烹调用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 这种富含高单元不饱和脂肪的油脂 例如说芥花油 苦茶油或是橄榄油 都是很适合台湾会煎会炒的烹调方式的 那这些好油可以用天然的辛香料 来进行爆香以外 平常的烹调也可以选择 富含丰富的风味的好食材 例如说大番茄 柠檬或是凤梨 红枣这一种它们本身都富含有鲜甜的味道 可以为我们的料理真味就可以减少我们高纳调味料的使用量 第二则是善用菇类以及秋葵等作为天然的珍稠剂 在过年的时候是不是很容易吃到一些有勾芡的羹汤或是会菜之类的 这些勾芡的料理都是使用像地瓜粉或是太白粉这些淀粉类来进行勾芡的 经过勾芡的食物 它们的升糖指数也就是GI值会变得比较高 因此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就需要特别注意哦 所以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富含水溶性膳食纤维的食材 例如说像是红细菇金针菇或是秋葵 这些富含水溶性的食材它本身就含有一些稠度 可以帮助我们的料理真稠 就可以减少淀粉的使用量 第三则是鼓励多用蒸烤来取代油炸 烹调的方式油炸的话容易摄取到过多的热量 高温的烹调也容易导致营养素被破坏 还容易不小心就摄取太多的油脂 因此可以使用蒸或是烤的方式来进行烹调 就可以保留更丰富的营养素 还可以减少烹调用油 在点心的选择上呢 除了原味的坚果还有果干以外 还可以选择海苔作为点心的来源 但是要注意哦 市面上的海苔主要有三种 分别是日式的海苔 是表面比较平滑的这一种 还有韩式跟泰式的海苔 在选择海苔的时候 要记得选择日式的海苔 才是油脂含量比较低的哦 也可以选择单片的小包装 这样在吃的时候也比较好控制份量 一次吃个两三包就可以了哦 基隆医院营养师认为 民众跟着营养师这样做 就可以健康做年菜快乐迎新年了 另外用这些蔬菜水果来做菜 要怎么样洗菜才能避免把农药吃下肚呢 营养师建议用清水冲洗就可以 不用加盐巴或是其他坊间讲的洗菜 有时候越洗越糟糕 第一个我们选择在地的盛产的 它的相对起来它使用就不多 那再来我们还是要做一些清洗的动作 那很多网路上面都会提到说 用这个用什么盐巴 用太白粉很多 甚至什么清洁剂 其实在我们来讲的话 真正最有效 因为农药有很多种 有时候如果你选择的不对 那它反而跟这个农药有一个不好 就更紧密的结合 反而更让它没办法去冲洗掉 所以最安全最保险的一个方式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说清水 流动的清水 一开始先冲洗一下 把上面的一些沙土 或者是一些异物 先把它冲洗掉 冲洗掉之后呢 就是流水泡洗 那流水泡洗其实也不用太久 差不多应该十分钟 十几分钟就OK了 那要记得哦 我们蔬菜水果在洗之前是不切的 洗完之后再做切口 才可以避免食材受到农药的污染 基隆医院进一步表示 争取40年的营养及健康饮食促进法 在112年12月15号 终于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实施 将可以透过这个健康专法 让民众在饮食上更有保障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